明天將會上天抽華相 今天就先跟大家來個月測 11號 恨木 究竟有沒有機會成為龍王首隻的三貫癡馬的女兒 我現在先看看牌位 抽華相的牌位 1號 花碗豆現時就是90倍日本倍率 輕油流暢就8倍 3號橙紅色就是100倍 4號燈山運動70倍 5號大海之女就15倍 6號 新科仙驅80倍 7號 王子丁5倍 爆冬營光復就60倍 9號 李健紅石200倍 10號 全森衛愛30倍 11號 恨木 2倍 即是參考賠率 12號 紅王影后300倍 13號 密奇 魔力10倍 14號 桃華 五燕 40倍 15號 哈林線60倍 16號 大場面20倍 17號 彩妹妹150倍 18號 卓躍武之就50倍 這場我們看回 因為這場很不明朗 通常你挑選黃色來說 我們看回 其實秋華想這個賽事的 你是很難想到 其實通常都是說你 用的就會用 弱的就會一度弱下去 然後我們會看回 我們會看回賽事新城開幕 不是這裡 剛好莫雷拉這兩天就停賽了 這兩天 我們都很失望 又停賽又要面臨馬會的牌 不過日本馬會拿不到牌 那就麻煩了 即是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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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配武方,忠竹和爺,輕遊柳昌 而玫瑰錦標,但為何要棄騎,未跑過2千 但你擺閹的女子就可能低 未必可以,千百 配武方,每封我都希望可以打 3號千百米都頂不住 3號已經可以留下,3號已經可以了 橙紅色 4號這隻就是贏過速度星錦標的 4號護旗歸泰 就是紫苑第三 有同情皆職 顏田康城有什麼 4號呢 4號呢 現在這隻4號就是,這隻就是 登山運動,贏過癡馬表列賽 跟著呢就表現平平,指願S得貴軍 這樣也是 5號,大海之旅原先給莫雷拉騎 現在呢,給了一個,遲偏偏1 也有,尺都未跑,2000米都是頂直第四 最厲害都是 6號,出自統治地 這隻馬 有同情皆職,6號 有同情皆職 即是同情有皆職,我們都當是有的 7號 這隻不用說了 7號 7號王子丁 8號 9號 可 7號 8號 9號 8號 8號 9號 8號不行,9號也是 你不要說,10月2週已經產了一場上來 再加上次數,10號再加上次數 現在10號這隻大家不知道 因為上一場慘過人 他講得像拿秋華尾班車,真是很少 所以2000位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又是黑馬,還有黑馬 收到項目,項目只是60,000日圓一個價錢 項目是60,000日圓,股份是3,000萬日圓 這樣股份一口是60,000日圓,現在贏了3億多 即是做股東,這些就賺得多 這些馬米 11號,出自真心呼喚 商場直流特別有贏 他贏了一場,然後在條件賽中會過用 十三號,密奇魔力,1800米 十三號,密奇魔力 有同情有佳積,這樣就是什麼 現在吧,給我 弱質跑圖 豪華夜煙 千六和千八取勝 B加16號 十四號,十五號就是什麼 哈林線 哈林線和牆都是... 一里馬,我沒猜錯 哈林線應該是一里馬 距離應該是... 一里馬 十六號又是... 咦? 他贏了兩場,但關於紀念又回用了 一里馬,手本,但未能 就是應該都未能夠拿到這個 三歲贏三級賽已經不簡單 但是都是... 沒有同情佳積,不要動啦 十七號 彩妹妹 沒有同情佳積之餘 完全是不知道怎麼跑 這馬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D而已,直下直一隻 影響度很低,很大的 可能... 楊右瑜強 十八號,配道滿來 卓韻無知 卓弱無知 配道滿來 又是贏一場五百萬下上位 但到滿來會選他的時候 可能到滿來就真的有點難 再加上同情有個... 再加上在板神 這個關西賽事 其實都已經是... 即是到滿來 可能就是十八十一 十一十八 這兩隻馬都不奇怪 十一十八 對啦,可能是十一十八 那我們再看看 試試看你出了一篇 出來的賽果是怎樣 看看你 等到很久 讓我喝酒 一杯 就可不可以 小人 有優雅 有優雅 四十一 五百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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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華雄已經入閘了 隨時起步 17號 彩妹妹 相當快 1號 花碗豆 前面 第三位 13號 密奇魔力 彩妹妹 第三位 蝦紅王 影后 18號 卓韻姆姿 8號 蝦臨線 燈衫運動 7號 王子丁 16號 大場面 6號 新科先驅 2號 輕遊遊場 全森惠外 橙紅色 東營過幅 9號 馬 李建雄石 14號 普華 五燕 大熱門 橙木 守在尾尾位置 最後 大海之旅 莫雷拉 不能騎馬 現在看 前面 仍然是13號 密奇魔力 12號 紅王 影后 仍然守著第二位 之後 彩妹妹 18號 卓韻姆姿 最後500米 首先 第一隻 彈了出來 卓韻姆姿好像想動 然後 橙木在外面 然後 中南 王子丁 12號 紅王 影后 亦都在約 上來 橙木現在大外代 魚飛 殺上去 橙木和王子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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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木 王子丁 橙木 究竟明天是否都在日本籤三冠 橙木和王子丁 橙木和王子丁 沒有啦,明天就是這幾隻而已 官方的SIM RACE 應該按錯了,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按錯了,剛才就按了預上場 預測是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也是,要看回,我們有算是沒有什麼影響 都是這三隻 我們一定是橫木 橫木就一定要了,黃子丁 我轉大海之旅 輕遊流場我會叫大海之旅 莫雷拉可能走寶 十八號,十八號這隻橫木木 四連環而已 十二號,紅黃寶石 就是這樣 看看明天有什麼情況 關西這個賽事 STAR HORS POCKET HORS 這個秋華相 這個節目暫時到這裡 之後下星期是菊花相 香港馬會沒有轉播 那就留下 秋季天皇上 莫雷拉最後一個客串季 先再說 不過我可能不莫雷拉 因為現在她可能拿不到JRA的牌 可能真的要 會不會去到十一月呢 她說其實都十二月頭 但究竟是不是呢 就真的要等JRA那邊分曉了 好了,到此為止 最後下星期的菊花相 或秋季天皇相的賽日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